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个儿子 儿子读书比较有出息 他考上了一所211大学 又被保送了本校的研究生正在读研 我的娘家在农村 那是宜蒙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 村子三面环山 只有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远方 吹烟鸟鸟 鸡鸣狗叫 大家都盖起了红砖瓦房 好多人家买上了汽车 现在看起来仿佛是外桃源 景色很美 可是在我的记忆中 遥远的童年时代 却是和贫穷紧密联系的 靠山之山 我们村里的人都很勤劳 春天的时候就在山间的梯田里种上山豆角 到夏天的时候就能去城里卖那红红的豆角了 城里人特别喜欢吃这种山豆角 我们家还承包了起母山林 在山上种了栗子树 秋天的时候打下栗子 到冬天留着卖的 农闲的时候 我父亲和母亲经常山上挖草药 我们这里的山上有不少隔根 挖了卖到镇上的药店里 父亲和母亲由于常年劳作 风吹日晒 他们苍老得特别厉害 在我看来几乎就没有年轻过 我家姐弟三个 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但是我父母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他们一直全力以赴地供我读书 父亲曾表示 只要我愿意读 他就是砸锅卖铁 也心甘情愿 我非常体谅父母的艰辛 我就帮着家里干活 那时候我经常蹲在棚子底下烧火做饭 我边烧火边拿着书本学习 我家连一间像样子的厨房也没有 就搭了个棚子 烧火的时候风就窜进来 烟熏火燎 呛得我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在八九十年代 那时候考中砖还是很吃香的 一九九二年我考上我们市里的财政学校 那时候财政学校是四年制 四年后我被分配到了 我们县里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我的婆家是城里的 公公婆婆都是企业上班的 家里也没有多少钱 我们结婚的时候 婆婆刚刚办理退休了退休手续 公公还在上班 公公婆婆手头紧买不起房子 我和丈夫刚刚上班几年 也没有积蓄 我们只好租住在两间平房里 儿子小的时候都是婆婆帮着带起来的 婆婆在我们家带孩子 买米买面 买油买盐 婆婆都会主动去买 有时候丈夫说要给婆婆一点生活费 可是她不要 她说够用的 我就有些纳闷 当时婆婆的退休金才一千来块钱 她怎么算计这花的呀 婆婆笑着说 吃不穷 喝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 比如你们要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不让你们出去 我在家里炒上一个辣椒肉 再炒上一个青菜 给你们半个水果 有灰有素 吃得就很好 你们要是出去吃饭的话 一百二百的就不见了 二零零五年的时候 我们准备买房子 那时候我们现成的房价不高 当时是一千多块钱一平方 公公婆婆一下子给了我们十二万的房子钱 他们俩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子 提着一包现金送来的 我大吃一惊 没想到竟然存了那么多钱 我问他们怎么存的 婆婆笑着说掰着指头算计着花 口里不吃肚里挪省出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 公公晚上去一个工地 给人家看建筑材料挣钱 婆婆也没有闲着 一直在家里给人家干手工活 织玩具上的小衣服 都是些外貌出口的订单 我们用公公婆婆给的钱 买了一套一百来个平方的楼房 几年后 婆婆又帮我们买了车 我的脾气有些急 有时候和丈夫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婆婆总是站在我这边说话 明明是我不对 可是她依然帮着我 她说丈夫你少说两句不就行了吗 都是一家人 何必吵起来 这些年 我们基本上是两家人凑在一起吃饭的 多数是去婆婆家吃 我们去婆婆家吃饭的时候 桌子上有海鲜或者稀罕的菜 公公婆婆都不舍得吃 一个叫的让我们吃 婆婆经常说 她得好好传钱 将来留给孙子的 其实这些年 我们手里存钱很少 我明着按着经常补贴娘家 我总觉得父母特别不容易 得好好孝敬他们 我父母都是农民 年纪大了不能干活了 就没有收入 我每次回娘家的时候 我都会再给父亲三百二百的零花钱 我母亲不喜欢赶集上店 我父亲就喜欢到处去逛逛 老人手里没有钱不行 要是他感激的时候 看到喜欢的东西而不能买 那心里的多难受啊 我不但给父亲零花钱 家里吃的用的还都是我买的 娘家的冰箱里 我总是给买上牛肉和羊肉 还有排骨 各种海鱼 塞得满满当当的 每次从娘家临走的时候 母亲都会拔上好多青菜 让我烧着给婆婆嫁的 有时母亲还把家里存的土鸡蛋 她不舍得吃 让我送给公公婆婆 母亲说在城里不好买这样的鸡蛋 母亲经常说 我公公婆婆也不容易 虽然在城里住 可是退休金也不多高 因为有一次我们两家人 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吃完饭 我婆婆把那汤汤水水的都带回家了 说留着下一顿热热再吃 我母亲看到了 她说我婆婆这么洁减 其实传的钱不都是给我们的吗 她让我好好孝顺婆婆 可是我总是听不进去 我觉得公公婆婆都有退休金 根本不需要孝顺 我两个弟弟都是打工的 他们也住在村里 几个侄子和侄女的衣服我都给买着 还给买学习用品 我大弟弟在家里种菜园 见了好几个蔬菜大棚 天天泥泥水泥的泪的 二弟弟在镇上的肉帘厂里上班 每天早晨四点来钟 就得带着煎饼拿个馒头去上班 到中午的时候 他也不舍得在食堂里花几块钱吃饭 就啃个煎饼馒头 我很心疼两个弟弟 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那年我大弟弟在蔬菜大棚顶上 盖饱暖的草帘子的时候 不小心从大棚顶上滚落了下来 当场晕过去了 被120拉到医院之后说是脑震荡 还有骨折 大弟弟生病住院 我一下就给了一万 后来我弟媳妇来还钱的时候 我也没有要 二弟弟骑着摩托车上班 我们家离镇上有20多里路远 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 非常辛苦 我就建议二弟弟买辆农用开着 可以遮风挡雨 平时也能拉庄稼 弟媳妇说他们也早就想到了这样 天天骑着摩托车膝盖受不了 再说他又在冷冻车间干活 二弟弟和弟媳妇打算买辆带棚子的三轮车 可是我说买辆汽车吧 一步到位 我又拿出了一万五千块钱 帮了二弟弟买车 每月我的工资几乎剩不下 丈夫把这些年把工资卡一直交给我 也从来不过问我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丈夫夯后老实 每个月我只给他五百块钱的零花钱 有时候他都花不完 丈夫和我商量着想给儿子买房子 他说儿子很快就要毕业参加工作了 如果他回县城的话 我们得给准备房子 如果去外地工作的话 我们可以把县城房子卖了 给他在外地当首富的 可是我们哪里有钱给儿子买房子 丈夫问我这些年到底存了多少钱 我没敢告诉他实话 我只说儿孙自有儿孙福 到时候儿子说不定找个好工作 就能挣大钱了 他自己就能买上房子 每隔一段时间 我回娘家的时候 就把父母和两个弟弟家都叫上 去镇上的饭店里吃顿饭 热闹一下 我二姨家就住在镇上 那天我母亲说打电话 让二姨和二姨父都过来吧 二姨家的表哥表姐都很有出息 表哥在县城里做生意 开着好几十万的车 住着大房子 表姐嫁到了南方 婆家是做大生意的 二姨来的时候 她穿戴的根本不像农村老太太 尤其是二姨脖子里 戴着一条比较粗的金项链 手上还一个明晃晃的大金镯子 非常显眼 母亲说 二姐呀 以前我没见你戴金镯子和金项链 这又是闺女还是儿子给买的呀 二姨高兴地说 金镯子和金项链都是你儿买的 前些日子母亲节的时候 闺女回来了一趟 带我去县城买的 回来之后 老伴使劲把我数落了一顿 嫌我乱花钱 可是闺女十心十意给买 咱不要也不行啊 不要的话她就生气 这不今天出门我就特意戴上了 平时呀我不舍得戴 二姨对母亲说 让外甥爷爷给你买个项链吧 年纪大了 戴条黄金的项链喜庆富贵 母亲连连摆手说 二姐 我可不能和你比 我闺女就是上班的 挣那几千块钱的工资都是有数的 平时她帮我们不少了 我不能再让她花钱 再说我就是个农村老太太 天天在家里 我戴上项链给谁看呢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当我听到二姨建议我给母亲买项链的时候 我一下子心动了 还真别说 母亲我这么大年纪了 连一件金首饰都没有 回到家以后 我去金店打听 青年的黄金特别贵 商场里都卖到五百二十多块钱一刻了 我挑了几款比较轻的项链 可是售货员听说我是给母亲买项链之后 他就建议我买粗一点的 他说年轻人戴细的项链显得灵巧 老年人戴粗的好看一些 厚重 大气 再说项链粗了 不容易断 我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 我咬咬牙 用刚发的一个月的工资 给母亲买了一条十几克的项链 花了六千块钱 我给母亲买上了项链之后 到了周末 我就高高兴兴地回娘家 我猜母亲看到项链之后 肯定非常惊喜 毕竟农村老太太戴黄金饰品的还是少数 我开车回去的时候 母亲正坐在大门口择韭菜 我家的门外就是一片菜园 我下了车 迫不及待地拿出项链 要给母亲戴上试试 母亲两手拿着韭菜 她不让我戴 说等会再说挣则韭菜呢 中午要吃韭菜水饺 我就蹲下来 帮着则韭菜 母亲问我买项链花了多少钱 我说正好花了一个月的工资 六千块钱 母亲大吃一惊 她说 闺女啊 你不打算过日子了吗 你给我买这么贵的首饰干嘛呀 母亲接着问我 是不是给婆婆也买了项链 我随口说道 买一条项链就花了我六千块钱 买两条项链一万多 那还了的呀 我肯定没有给婆婆买 我只给你买就行了 让你戴上阳气阳气 没想到母亲一下子生气了 她把韭菜滑拉到一边 指着我说 闺女 今天这个门你不能进了 你赶紧走吧 以前我说过你多次 你公公婆婆也不容易 她们传钱给你们买房子买车 容易吗 你得好好孝敬公公婆婆 你现在一下子就花六千块钱给我买项链 要是你婆婆知道了 那还了的 能不伤心吗 她平时帮了你们那么多 怎么就不见你半点回头钱呢 我安慰母亲别生气 我说婆婆根本不知道 只要我们娘俩不说 连我丈夫都不知道 母亲更生气了 她说 闺女啊 你读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啊 即使亲家和女婿一时半会不知道 可是我戴着这条项链 我能心安理得吗 以后他们见了我的时候 只要看到我脖子上戴着项链 就知道是你给买的 我这不是自找难看吗 儿女挣钱有多有少 你二姨家的儿女挣钱多 他们给你二姨买什么都不为过 可是你就是个普通上班的 你给我买什么项链啊 过日子咱不能攀比 你婆婆是成立的老太太 她都没有项链 我一个农村老太太 要什么项链 你赶紧把这条项链去送给你婆婆 我不要 母亲的话情真一切 让我面红耳赤 我左右为难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母亲又嘱咐我 以后的好好攒钱 别对娘家花钱大手大脚了 母亲说他们吃喝不愁 身体也都很健康 不用经常买着买纳 母亲让我以后对两个弟弟家 也别像以前那样花钱了 就计不就穷 在农村过日子都这样 大家都凭力气吃饭 谁家不是一个汉珠子摔巴扮的挣钱呢 再说他们现在收入也不少了 母亲说到做到 真的没有让我进家门 我也不想惹母亲生气 我只好赶紧返回了县城 在路上我想了很多 终于醒悟了 自从我嫁给丈夫 公公婆婆待我没有二心 对我就像对待女儿 处处为我们着想 出钱出力不在话下 而我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想到这里 我万分羞愧 我听了母亲的安排 把项链送给了婆婆 婆婆非常震惊 她问我不年不节的 怎么突然想起送礼物了呀 我只好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 妈 再过几天不就是你的生日了吗 我提前给你送了生日礼物 这些年 你和爸爸自己不舍的花钱 省出来给我们花 我给你买一条项链是应该的 婆婆高兴的合不拢嘴 一个劲的说 太贵重了 太贵重了 这还了得呀 这样的儿媳妇打着灯弄都难找 竟然还给我买金项链 婆婆说的话让我的心里一阵一阵的愧疚 以后 我真的得做个好儿媳妇 好好孝敬公共婆婆 我也是有儿子的人 几年后我也当会上婆婆了 我得给未来的儿媳妇做出榜样 让良好的孝道传承下去 婆婆也是妈 对待娘家和婆家 以后我会一碗水端平 家和万事兴 和和睦睦的多好 点评 李女士的婆婆为儿子家出钱出力 买房买车 平时不舍得花 还得给儿子家攒着 但是 李女士却只想着孝敬娘家 她花了六千块钱给母亲买了一条项链 李女士的母亲非常通勤达力 她不要项链 劝说李女士好好孝敬公共婆婆 让她把项链送给婆婆 李女士终于醒悟了 她以前好多地方做得不合适 婆婆也是妈 对待娘家婆家要一碗水端平 李女士在母亲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终于醒悟了 她意识到了不能愧对公共婆婆的付出 要好好对待她们 良好才是好 儿媳妇要感恩公共婆婆的付出 把双方父母都孝敬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